回到桃園 谢谢 我结婚了 幽默回应支持者 韩国瑜露出笑容 可是一提到这次蜻蜓之旅 他宇宙心肠 我们没有看到一样事情 让我们觉得 对未来抱持着信心 真的 好多人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们的未来 真的是充满出 咱们的挑战跟危机 再度喊出经济萧条 韩国瑜希望立足精进 同时也点出先前太前事件 暗藏的危机 请你付银行的存责 你到底是不是有钱的台湾人 没有钱 你就不用来泰国了 后来更改 因为我们强烈抗议 我们自己冷静思考 今天把党派放到旁边 今天东南亚的国家 有哪一个国家 今天还把台湾看在眼里 台下手机灯光闪烁 象征台湾人民对2020的期待 韩国瑜常常奏势 倾听民众声音 烂烧的更是满满的爱国心 没有花 哪里会有家 简直后报道